原来我们体内湿气这么重!四类食材轻松驱失! 梅雨季即将到来,紧接着来到总有午后雷阵雨的炎热夏季,雨下不停的日子,总觉得外头湿气好重,自己也跟住倦怠沉重,像吸了水的海绵一样活动困难,老觉得累,早上很难起床。 人体内囤积的湿气会影响到脾胃等消化器官,导致消化不良,排水功能降低,进一步造成容易发胖又容易生病的虚弱体质,透过四类食材,排除体内囤积湿气。 体内的湿气会导致身体不适,影响胃和脾脏机能。 来到梅雨以及午后雷阵雨的季节,一方面讨厌雨天的湿气,一方面放晴时又是夏季的炎热天气,温度与湿度每天激烈变化。 是一年当中最难调理身体的时期,也可说是特别容易水肿的季节。 认为梅药从内在养成的日本梅养食研究家,拥有资深蔬菜品评施症兆,有设计上百道食谱经验的顽田三合子表示,在中医里连日湿气引起的不适被称为湿血。 特别是胃和脾脏等消化器官,很容易受到影响,让代谢下降,身体难以排出多余的水分,结果导致食欲不振,消化不良,吃尽的食物难以转换成营养,容易疲劳和水肿。 四类食材排除湿血。 1. 饭类 因为近年来盛行的现糖饮食,让很多人不敢吃饭,然而即使只要多咀嚼,体内就会产生淀粉酶等消化酵素,会让胃和脾脏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。 除了白米饭外,糙米含有丰富的纤维,能重整肠道环境,帮助排毒,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,而小米中也含有糖类、钙、钾、维生素鳖群合一等各类营养,容易消化,是保养脾胃的好食材。 2. 补水的食材 要排出体内老费的多余水分,需要补充充足的水分,可摄取小黄瓜、西瓜、香瓜、番茄以及豆腐等富含水分的食材。 小黄瓜 小黄瓜含水量高达90%以上,又含有能够排水种的甲,同时有助于排出体内热气,降温消暑。 3. 提高水分代谢的食材 3. 提高水分代谢的食材 猪菜沙拉中,薏仁以及红豆煮成汤或是谷物饭都十分适合。 4. 保温瓶中放入50公克红豆,倒入400-500毫升的热水,放置7-8小时,就是方便随身携带饮用的红豆水。 4. 既能消水肿,还可补充铁质,多酸成分还有助于抗老。 4. 酸味食材 4. 酸味食材 5. 酸味食材 5. 酸味食材 5. 酸味食材 可多摄取烟煤、甘菊类水果、醋等食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